我們再北上, 尋找科惡化的源頭 這一站我們來到外蒙古 科惡化是一場世界性的生態災難 氣候變化加上人類過度開發 令全球大量土地變成科惡 還不斷擴散、蔓延, 威脅人類的生存 在內蒙古就有一個沙漠 被當地人稱為死亡之海 尋找科惡 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供的 ace醒 花姐这天就带我们深入富布奇沙漠 看看她长大的环境 花姐,我们现在要去死亡之海 是吧 是吧 坐好了 坐好了 我都是你们小时候没有车的时候 那就是要用走路吗 骆驼或者马子 或者就是走路 要攀过好多的沙丘这样 是的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走好几天 好玩吗 好 谢谢 终于到了 死亡之海 又来 沙尘波又来 就是每天都这样沙尘 对 风沙 今天这个几乎是可以说是没风 已经没风了 对 风大的时候我们俩要是这样 往上爬的时候眼睛闭着 四条腿爬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中间 我明白了 我明白为什么这里叫死亡之海 我看一望无际 你看无穷无尽的大小沙丘 内蒙古库布其沙网 面积是有接近二万平方公里 真的有十六个香港那么大 这几十年来都是沙漠是弱 那些风沙不停侵蚀 附近的草原 农田 那连附居的城镇呢 都有被遗门的危机 我们在过去在沙漠里生活 那么沙漠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有多大 至于我们在沙漠里生活的人能体验到 我们首先是一个牧民嘛 羊羊 因为冲草不长 羊也没没没没没草吃 来到这个地方 待两天没草吃了 再走 一年四季就脑海里记得好像是每天搬家 我的父母也说了 好好念书 想一切办法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因为没救 不过死亡之海 历史记载原来曾经是一片茂盛的草原 还有森林和不同种类的动植物 是一块腹地 但是之后因为长期的气候变化 再加上人类不断的开垢 消草、放木 令到那个荒漠化、加剧 曾经是丰盛的一片绿洲 也变成了死亡之海 而且还像岩细胞一样 不断扩散 影响了地区的安全 富富富奇沙漠 亦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沙漠 以往每逢冬天刮强风 就连北京都会饱受沙尘暴之苦 于是在九十年代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进行一场 大规模沙漠治理工程 第一步就是要在沙漠植树 因为树木可以固定沙丘 阻止荒漠蔓延 不过要在死亡之海种出生命 又谈何容易呢 当时政府让我们出去 医务种树的时候 脑海里觉得 开天大的玩笑 你说什么话呢 沙漠里能种树呢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也带着我们种过很多次树 当时都是失败的 以往沙漠种树失败 是因为牧民人手分散 经验和技术都不足 于是当地政府想到对策 就是引入外来的科技企业 将资金和技术带进来 而且还设立承包制度 每种活一棵树 就可以分到奖金 于是当时在沙漠附近 几乎全民参与植树 包括花姐的团队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难铁 只能就是从这个楼边上 把这个树苗子全部人工背着 进沙漠里种 你背着才改 都是背的 还有肝 首先没有雨水 肝没水 它怎么活呢 对啊 要肝 我记得的是有一次是 我是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在沙漠里一个人哭过 只有一个人在沙漠里 蹲着哭哭 放开声哭哭了好几回 哭完了以后站起来还要继续走 还是最终坚持下来 反正是跟着他们去飞 每天去种树 但是那一年天气还好 下了两场大雨 这个树苗子活得真的是特别好 那还好 向天也帮忙 所以你的心心也大了 对 就那年一步迈出去就没有回头了 这些树 小树这样 它种了多久啊 一三年种的 一三年那那也就不到十年 对对对 七八年左右 对对 哇 差不多差不多了 对对 对对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我索出一個不用一分鐘就中到一棵樹的方法 就是用螺旋鑽深入地底打孔 接著插入樹苗枝,再把它埋好 樹木率可以達到九成 這個是什麼樹? 沙流 沙流? 對 現在深度又高,速度也快 成果率也比較高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一年又一年種的樹也比較多 路的兩側開始綠色多的時候 這個沙漠的樹確實能種火 有的時候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剛開始討厭沙漠 最終還是去面對沙漠 最終還是沙漠和我們是離不開的一個朋友 紅色? 是 應該是 很乾脆 這些哲學 沒什麼 但是 我們把手掛在一起 下山大亮 不知道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一代已经让沙漠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真的是那么大 我觉得不能让下一代又下一代影响了他们的前途 那么我们大家必须面对 必须亲自去把这块沙漠绿化掉 绿化了以后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心里觉得好像都是穿着绿装 对吧 对 沙漠竟然真的可以变成绿洲 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迹 我们平常在沙漠里走的时候 绿色看到多了以后 那个心情是特别美 站在大沙丘上又是想唱又是想跳的那种 心里美美的滋味 荒漠化是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议题 住在内蒙古死亡之海沙漠周边的人 一直都很努力去找他们的生存出路 假文义是富布奇沙漠 其中一个自沙站的站长 咱们在沙丘里 这里是沙漠 起到治癌的罪 沙丘不下来 你看咱们现在走的罪 你看这个沙丘 对 这个沙丘就开始在沙丘里 你看这个沙丘里 你像不像 那是他们 哈啰 蒙古人 我们的蒙古牧民 对 所以你们是实实在在这里 对 你好多羊 三百多 三百多只羊 三百多只羊 好多羊 好多羊 荒木化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人类过度开狠放木 令草原植坯流失 假文义 于是带头说服牧民 配合政府的禁木禁开放政策 那时候他们只是说小致富 对这个状态的保护这方面 没有多大的意识 加大上序的数量 破坏了草业状态平衡 这两天好像采取了酱墓 小墓 当时咱们的牧民他不理解 你说你们这个酱墓 我们这个生活怎么办 这个草水吃, 你们吃 賈文义于是和政府人员 逐家逐户去拍门游说 还试过被莫民襲击 当时人家接受不了 也骂过你, 也挨过打 两个牙都叫打断 打断, 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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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不断游说之后 牧民开始理解 政府禁木的原因 是想将过百万某的天然草原 彻底归还回大自然 政府也想尽办法去帮牧民转型 由放木改为圈阳 有没有担心说可能就赚少钱了吗 这个都带相过 带相过 带相过 国家政策是想这个办法是小到有利 不是说是没有利 自我从我决药上 我这些药就表现多少小是多少 大哥这么多年了 你也穷少住在这里 对 生态以前有破坏了 现在有没有改善 从这个状态方面讲 自从见了木以后 有反天后地的状态变化 过去拿很多的树也算值得了 以前都是沙 现在有路了 对… 又有树了 变绿了 对…变绿了 当地还引入企业 带领农牧民 还有一些可以顾沙 又有经济 虽用价值的农作物 同时又利用沙漠 阳光猛烈的特点 来造太阳能发电 一排排密麻麻的发电板 成功阻挡风沙 减少土地水分蒸发 在发电板下面 还可以种更多沙地植物 令农牧民的收入增加 带动当地脱贫自负 李芳, 你好… 你好… 你是蒙古族的 对… 你是自杀的第二代 对, 我是第二代 我夫妻… 对, 夫妻… 90后的李芳 家里同样世代饱受沙漠折磨 所以全家一直参与直树 近年生态改善了 李芳的爸爸承包了几万畝沙地 建了一个生态园区 李芳还专程来到香港的大学 攻读酒店旅游管理 想帮爸爸打理这片 重生后的沙漠 来, 过来 好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成林的树 全部都是2006年到现在 我们父亲那一辈 到我们现在 一直都在维护的一个放沙林 那是你们种的那些树 对… 我们看到的这些 全部都是我们种的树 很神奇 你看二、三十年前 这里可能还是大荒沙漠 对… 然后现在 长成了一片一片的树林 特别美好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 其实是属于 库布奇沙漠的东端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树 它是一棵 1200岁的药用野生木瓜树 1200多年前 在沙漠里就有一棵这样的树 其实它是见证了库布奇沙漠 这块绿洲的沧桑历史变化的 对… 因为沙漠的一些复杂的影响 加上近几十年的这些人为的 有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开垦呀 放牧呀 绿洲就退化成一个死亡栽 对… 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在父亲网上的好多代人 他们已经就开始意识到 植树造林的重要性 植树造林到现在的程度 其实对沙漠的实际控制 已经算是初见成效了 一片的沙漠、死亡之海 原来曾经是有茂盛的水槽 要靠三代人、几代人的努力 才可以再修复 为何要去到失去之后 才懂得去珍惜 现在我们地球拥有的资源 希望我们都真的懂得 在它未消失之前 好好地保护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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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掉毛了 因为骆驼每个春天 它都会掉毛 因为要为夏天做准备 所以你看它光秃秃丑丑的 经过三十年 几代人的努力 富布奇沙漠有三分之一的面積 经已全面绿化 沙尘暴天气每年减少九成以上 绿化地带释出圆圆不住的氧气 帮助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处 在巴黎气候大会上 将富布奇治理沙漠模式 列为参考案例 富布奇模式 还被中东、中亚 很多同样受科目化困扰的国家参考 几代人下来自杀、环保、保育 那你觉得前一代人 跟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有什么分别吗 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光说我们这个小地方 那上一代人他们做生态 其实是为了吃饱饭 以后能有更好的收成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会深切地感觉到 生态环境不是一个地方 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而是整个地球的事情 那我们生态的退缩 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命运 所以生态的保护是迫在眉睫的 在未来我们也希望 从我们这一代 包括下一代 以及以后的很多代 都能以一个更大的全局观去考虑 生态真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的一个综合载体 下星期我们会去到新疆 攀赏天山山脈 去年爬天梯 今年爬天山 全世界最多雪炮的地方就是这里 中国的新疆 不过非白的捕猎 他们的棲息地被破坏 所以数目急剧下跌 雪炮的生存 到底在生态年 发挥什么重要角色 再到浙江 有一条曾经经历生态巨变的村庄 当时我们觉得我们的鱼村 发了 这里有石灰窑 有石灰窑 那里有石灰窑 也有石灰窑 所以整个天空是灰窑的一片 这条村庄后来又贫乏什么 成为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两山伦的发源地呢 是吗 真的是 把圈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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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把圈转了 车押… 小黄智海 好 到夜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